台北士林的至善路有一家餐厅 把日式料理结合了铁板烧 在这里可以尝到日本北海道生食等级的干贝 滋味饱满清甜 还有一整只活的波士润龙虾 先在铁板油煎再闷 锁住了龙虾的鲜甜 口感Q弹扎实 另外这道美国极黑和牛 煎到了表面微微酥脆 肉质软嫩多汁 特别的是在这里用餐 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小森林 在绿树环绕的玻璃屋里头 享用美食 让人瞬间忘记了都市的烦忧 走进台北士林这间田园式餐厅 绿意环绕 郁郁苍苍 仿佛置身在森林里 一床床的玻璃屋 梦幻浪漫 又多了几分诗情画意 因为我刚刚其实坐车没有坐很久 所以我觉得以台北市来讲 就是可以到一个感觉很像在深山里用餐 但是时间却很短 其实是蛮棒的一个选择 绿意翩翩 洪嘉宇点亮了 这片生机盎然 这我父亲他最早以前 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坑 然后就是开了一间庭院式的 茶医馆 对 然后隔了将近十几年之后 我们都是兄弟们一起做的嘛 所以各个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就后来就觉得这个地 实在是真的很美这样子 那我们就重新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样子 窝里屋里长的滋味 有日式料理的精致 伴着铁板烧的坑枪豪迈 坦白跟你讲 一开始我前面呢 我请了一个西班牙主持人 当时在这个庭院开的时候 就希望说让他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说实在我们觉得台湾人 还是比较偏爱日式跟铁板 所以我们就做了不同的调整这样子 考量市场接受度 洪嘉宇调整菜式风格 端出这道特胜刺身 牡丹虾 甜虾 还有干贝 牡丹虾扎实带Q 没有腥味 甜虾的甜度比较高 饱有弹性 炙烧过后的干贝 富有香气 饱满清甜 很Q弹 很新鲜 很鲜甜 非常的好吃 甜菜三品的秋刀鱼 去除内放 清洗干净 下锅卤之前 先烤到表面焦黄 微微的膨胀 逼出诱人香味 烤过的秋刀鱼 沿着锅边均匀摆放 确保卤的时候能够入味 酱油 冰糖 这些都是卤秋刀鱼的基本款调味 关键是在这一味 重点是在于植树萌 让它有那种吃下去会有甘甜的感觉 我们在卤的过程其实是用小火慢慢滚 慢慢卤 卤大概五六个小时 是大概颜色深的就差不多了 长时间的熬卤从表层浸透到骨缝之间 就连骨头都能软化入口 弥漫着紫苏莓的散干滋味 前菜三品 海胆豆腐 海苔玉籽烧 还有卤秋刀鱼 随着季节变换不同食材 秋刀鱼入口细嫩 不怕有细刺 滋味甘甜 裹上紫苏叶一起吃 迷人香气 萦绕嘴里 肉跟紫苏叶的香气搭起来是很清爽 铁板烧的魅力 要能精准拿捏铁板温度之外 食材更是讲究 为求新鲜只选用活的波士顿龙虾 基本上我们龙虾肉是原汁原味的 没有做任何调味 我们会加一点油 然后把龙虾的虾肉 经过铁板高温的制烧之后 它的虾肉会紧实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闷蒸的动作 把这龙虾它的原本 它里面的海味 我们都锁在里面 产地直送活龙虾 一整只的分量相当霸气 口感紧实弹牙 不会松散 不含鲜甜滋味 虾熬肉后饱满 好有水分 鲜美程度不在话下 在铁板界深耕超过20年 凭着经验累积 师傅兼美国极黑和牛 果厚口感都掌握到位 基本上这个铁板的温度 一定要200到250度之间 好那我们牛排的话 两面会稍微先煎一下 做一个静置的动作 这样的牛排吃起来会更软嫩更好吃 一般我们会把它煎成像 像这个会上色嘛 有点像蜜糖色那样的 然后会把那个肉汁包裹在里面 美国极黑和牛 未曾煎到微微香酥 里头包有粉红肉色 口感鲜嫩 香浓多汁 不会干涩 油花分布非常平均 它咬下去的时候 在嘴巴中那个汁 肉汁爆开在嘴巴中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制作南瓜中 红家鱼挑选口感松软 带有淡淡栗子香气的栗子南瓜 师傅仔细挖出一半的果肉 要为里头的丰富配料 揭开序幕 拌匀鸡蛋为了提升风味层次 加进昆布高汤 日式风味就是用昆布高汤 下去熬制 然后之后调成蛋液后 然后过芋 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细腻 口感会比较滑顺 南瓜中里甜筋蟹肉 花枝还有白虾 最后淋上蛋液 就能送进蒸炉 它的火候要控制好 不然如果蒸越久的时候 它的那个蒸蛋会发凉 蒸起来不会那么光好 南瓜中融合绵密蒸蛋 外观可爱淘喜 整颗南瓜都能入口 果肉非常细致 蒸蛋或者海鲜 散发香甜滋味 口感很丰富 就它里面其实是类似 擦碗蒸这种绵密的口感 吃起来就会很特别 用鸡骨和姜片熬制的松子鸡汤 香醇气息久久不散 口感清爽十分暖心 防土鸡腿肉 嫩中带有Q度 不会干柴 松子鸡汤的延伸版 加进米饭 护瓜 小火慢慢熬煮成粥 吸收所有鸡汁精华 让这一碗鸡汤粥 浓郁棉花 口感细腻 满暖味的 然后有那个鸡汤的精华 感觉都在里面 原本从事艺术设计 还有广告的洪嘉瑜 现在跨足道餐迷页 面对客人的指教和提拼 它坦言 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 你得到的Q度 你才有办法改进 你才知道说 我真正的消费者 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就是那一点点的 不一样 你才可以make it better 在呼气节不断进步 在这花草服输的警示 洪嘉瑜乐于当位农夫 把耕耘的收获和美味 带给客人愉悦的饗宴 欢迎回到杯盘大探索 在台南天宫庙附近 有一家传承四代 经营了八十年的台菜餐厅 过去曾经荣登国宴料理 是好多政商名流 艳客的私房餐厅 早期几任总统都曾经是座上嘉宾 招牌菜这道炭烤野生乌鱼籽 纯手工烧烤 烤出来油脂丰富 送进嘴里咸香棉齿 还有这道经典菜肴 红荀米糕 选用五两种以上的红荀 蟹黄饱满 而且搭配咸香米糕 鲜中带香 好多的经典菜色都让韬客们流连忘返 在新的一年牛年呢 就是菜色非常丰富 然后也非常喜气 那像他们的红薯米糕啊 蟹糕也非常的饱满 然后肉非常的鲜甜 在台南走过大半个设计的老台菜餐厅 映入眼帘总是高棚满座的画面 私隐韬客上门的招牌菜 有老鲁红烧腿裤 北济贝猪肚汤 炭烤野生乌鱼籽 六品综合拼盘 还有经典红荀米糕 每一样都是韬客舌尖上的美好回忆 那我觉得毕竟这是80年的老店 所以真的是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把螃蟹 或者是说把这个甚至米糕的部分 处理到真的是没话可说 能获得食客认同 是因为红薯米糕制作 每一步都力求完美 我们在炒料的话 我们主要是先以我们台湾的猪油 然后再下去做爆香 然后再加入猪肉 然后依序去把材料加下去 那一定要照这个顺序 是因为它的香味的堆叠才跑出来 锅中虾米香菇猪爪肉 在大火中热力翻炒 炒出了鲜味 也炒出时刻最古早味的满怀思念 红薯米糕主角之一的红薯 挑选的大小和份量 都是斤斤计较才有的鲜甜美味 基本上我们是用一公斤 大概三只的红薯 三只大概是六到七两 我们在杀红薯的时候 我们都会基本上 一定要挑漂亮的红薯才会用 不漂亮的我们就全部会打掉不能用 所以耗损率算蛮高的 精挑细选做工繁复的经典菜色红薯米糕 是板豆艳客 象征极力的鲜美菜肴 母蟹的橘黄色蟹黄 有多子多孙之意 伴随着米糕咸香 散发出十足的鲜味 这个红薯呢 它的那个每一只都有那个蟹黄 非常饱满的 那再搭配这个米糕的部分的话 它会吸收它那个海鲜的这个香气 那整体搭配起来的话非常好吃 它米糕里面的香菇肉丝 还有一些些虾米都有 你都会随着那个红薯的鲜味 在你的那个口中散发出来 所以它的层次是非常的丰富的 口感层次丰富的料理 还有用料高档 早期台南九家楼的著名汤品 北济贝猪肚汤 里头有北济贝 猪肚 蟹腿肉 干贝 金针菇和花菇 是早年陶客口中的梦幻艺品 新鲜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它北济贝是有带一点Q 带一点Q劲 所以它这个汤再喝的时候 你再去吃一点这个北济贝 你的这个层次它的分明是很清楚的 客人满足的丰富菜肴 其实蕴藏第四代小老板 吴建豪的认真与付出 因为当初决定回家 街掌第一代姑婆吴景霞 留下来的一家子老店 心理压力之大难以言语 那刚开始在第一年 街掌人店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挫折 包含连客人 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的厨房 客人很大声地说 这菜能吃吗 这种话我在厨房都听得到 在那时候其实打击是很大的 那时姑婆提早退休 没有完整传承姑婆的好手艺 听到客人这番辛辣言论 家人也感到难过 其实那时候是还蛮心酸的 因为健好那时候是在 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 回来走入厨房 其实我都 我心里很慌张 因为我知道味道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她也是经过好几个月的磨练 可以说是每天都快哭了 对她来讲是极大的压力 给大家看